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所以当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口碑也是一种打击 我想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对曲目还是需要刻苦努力和精雕细琢 以及和演出人员的配合的 但是它目前形成这么的满 是不是有时间精力去练习配合呢 不好说 对了这个凯鲁比诺唱段 之前有她做专业的大牛演绎过了 有的唱功强悍有的演技精湛 势必会拿出来被比较 对周深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虽然我奶了美生这个愿望 但是其实心里面也坎坷 希望周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渐上升 而不是为了平和大众的念想 突然闯入自己熟悉 但是却不劲道的领域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周深 如果打定逐一次参加演出的话 一定好好练习 不说超越 至少给出一个及格的演出 这台能够算是不负正望 是的 好坏都是别人的念想 对她来说呢 或许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以继续留在流行的圈子里 然而 幸而 看周深这孩子呢 脑子还算比较清楚 我说这么多 人家心里面肯定是有过考量的 后面就看她做什么样的选择了 如果周深来唱 会不会是第一个符合角色的男性歌者呢 摄尔维森的制作人 早就说过这个角色了 感觉这就是两百多年前 冥冥之中给周深保留的 最适合的舞台角色 周深也不会再公演 其他的歌剧角色了 这个拿下了 那就是最圆满的歌剧景点 另外呢 费加罗婚礼当中最有名的 男子汉大丈夫 应该当兵 那一段呢 是费加罗唱给开鲁比诺的 剧中开鲁比诺之后 只是熊啾啾的离开了 如果周深来演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男高来唱几句 男子汉大丈夫 应该当兵 应该也挺符合剧情的 而且绝对会有绝无仅有的效果 喜欢周深 最主要业务是能力强 到哪里都敢说 他唱歌唱得好听 虽然不敢说最强 但是也肯定是90后的佼佼者了 也喜欢深深有趣的灵魂 上综艺呢 也太有梗了 着实有趣 地震上深深的矿呢 也很多 挖了一个月 感觉还有很多都没有挖到 从奔跑吧 到春游 再到看歌手和我们的歌 就彻底入坑了 我这粉了个什么绝世大宝贝啊 灵魂有趣 业务能力还高 颜值我也喜欢 还懂得感恩 还敢管粉丝 在管粉丝之下呢 必须要点赞 有责任心 泥上周深以后呢 小型肉都只是单纯的磕盐了 并且愈发地觉得 磕深深宅的盐呢 也好磕 还会觉得更香 现在一打开B站 全都是我喜欢看的 而且还情商真的好高 和人相处的方式 也让你觉得特别的舒适 即便是27了 做一些可爱的动作 完全不会让人觉得刻意和油腻 真的是满满的少年感 能够感觉得出来 他活得很痛透 然后呢 可能还是会有在一些 事情上面比较的自卑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